我會和大家分享這個少嵐 究竟跟一個國安法的疑犯或者通緝犯 一起出席一個座談會網上論壇 講述香港民主倒退 極權的恐懼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出席那位是一個留在香港的學者 是大學的教授 仍然是教授、大學生 去應對這些極權的恐懼 又會不會有瓜田理下之言呢? 根據RFA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在非政府組織亞洲自由民主選舉網絡 近日舉辦的亞洲選舉機構與 官選組織論壇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大學 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少林 以及他同場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的副教授 陳家樂也在場 少林說什麼呢? 他說近年香港一個又一個的民主倒退的事例 包括具標誌勝意義的六四燭光晚會被 甲職禁辦 而且清算了香港支聯會 重判了首名國安法的犯人 唐英傑九年監禁 乃至歷史悠久的舉足輕重的公民機構 公民組織是接連被逼解散 他也說到中國共產黨不會履行國際承諾 呼籲各國切實執行馬格尼茨基的法案 制裁侵害人權的中港官員 他也說目前只看到美國實施了制裁 但期待英國、加拿大、澳洲等主要的國際社會持份者的回應 國際社會應該從香港過去兩年的情況獲得教訓 因為中共對於全球安全國際秩序的威脅 而不是單單香港構成威脅 他也說根據港區國安法 請求外國對香港或者中國進行制裁即屬違法 目前只有流亡的港人可以繼續呼籲國際社會制裁中港官員 再次提醒香港人2019年民主運動的宗旨 就是沒有領袖 如水靈活 即使沒有機構和組織 相信在香港和海外的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繼續組織活動 以及作出貢獻 延續他們在2019年建立的力量 呼籲全球的香港人繼續奮戰 作為留下來的留港人 大家看到Facebook也有這麼說 Hong Kong Based 陳家樂就說香港選會的制度翻天覆地的變化 由民選區議員被非民選的港府官員褫奪議席 嚴格篩選的特首選舉委員會 到了立法會的直選議席被帶減 陳家樂說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 但是過去的民主進程一直緩慢前行 不過到現在官員口中所謂高質素的民主新時代 淪為笑話和謊言 現在是時候放棄透過民主選舉進入體制 監察政府官員的想像 但是他認為這不是代表香港人從此低頭禁聲 應該是回到社區關注基層的議題 當他們說基層的議題有很多 譬如由城市規劃、屋苑管理、地區環保議題 對於堅守價值的人有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現在公民團體不是自我解散 就是被迫關閉 而這也是一個機會令到我們的公民社會再生 陳家樂形容香港正是走向專制的極權 就連司法系統都逐漸實行威權社會的嚴刑進發管治 他亦以東歐國家的過去被共產極權的統治歷史為例 勉勵香港人要克服恐懼 認為香港人正在學習如何有邏輯、有意識地去應對恐懼 有民主夢的香港人應該有機會再站出來 再更好地應對恐懼 最後如果當香港大部分人都對於民主進程非常堅定 究竟誰會更加恐懼呢? 即使現在現存的民主派政黨難以通過選舉進入體制 仍然可以繼續在議會外凝聚人心、堅守價值 因為極權最想見到的就是人民停止討論、停止聚會 說回陳家樂的歷史 陳家樂就是在公民黨組建之前曾經火拍立法會議員 即當時的議員何秀蘭 在網絡電台香港人民廣播電台主持公民博格的節目 亦在商業電台火拍公民黨當時的黨魁 余若薇是主持微言大志的節目 他在2010年到2012年擔任公民黨的主席 在2012年通過與陳淑莊合組名單參加港島區的地區直選 並且成功當選 去到2016年交了一個棒給陳淑莊 說到陳家樂 看來有一位建制派的領頭人物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 一直都很關心他的舉動 當時2021年1月 時任的浸大校長 陳大康在電台訪問中也說到 究竟外界如何看香港的大學 以致浸會大學 當未問到這個問題 陳大康就說 外界看香港的大學生當然會有改變 因為見到這麼多年輕人衝擊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 大學的事件就是社會的事件 為什麼大學會在反修例禁亂呢 是因為社會的事件 帶入了大學 不是大學的事件帶入社會 他強調大學是接受社會的不良影響 CY就說 這句話是否有多準確呢 他說浸會大學的副教授陳家樂 在明報撰文就說他經常在課室挑戰學生 當五星紅旗升不到上來的時候 你們準備好嗎 在香港和國家這些重要的問題上面 CY就質疑浸會大學是否仍然接受 他也用一個hashtag 即是標籤 就說陳家樂公然在浸大課室宣傳 分離思想前大康校長 當時他還是校長 坐視不理 今天陳家樂仍然是浸會大學的副教授 我不是法律專家 沒辦法得知 究竟陳家樂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 或者裡面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罪行 但是我們就想說一件事就是 跟一個剛剛在希臘舉期 要杯葛東奧的人一起去做這個活動 而這個人又要去制裁中港的官員 陳家樂又說要克服恐懼 還用東歐國家過去被共產極權統治的歷史為例 這個是不是有問題呢? 這個就要交給公眾定斷 但是可以預計的就是 包括CY梁振英的建制派有新子彈 批評陳家樂教育學生之餘 公開暢籌香港 甚至相信未來可能會有壓力的團體 是要求浸大 是解僱陳家樂的 另外一個話題想跟大家說 就是講法門 政府和建制派多次說法門制度被濫用 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主理的檢討已經出爐 建議了三大改革措施 包括第一由法援處處長指派律師給刑事案件的法援受助人 一般情況下不能自選律師 只會在特殊情況下接受受助人自行提名律師 例如律師曾經在下級的法院 譬如裁判法院等等 曾經代表過受助人 第二就是在民事案件中進一步調低大律師和律師可以接到的涉及發援的民事案件數目的上限 分別減到大律師每年最多15宗 律師每年最多30宗 第三就是在司法覆核的案件中 根據政府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 他就說社會越來越多人關注法援的制度有沒有被濫用 尤其在司法覆核方面 也有人質疑就是有些律師透過提供義務性職協助 鼓勵他們針對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然後受助人會向法援處選擇這些律師 做法援律師 同時社會關注會不會過於集中有少數的律師和律師事務所 大律師事務所去處理這些案件 根據政府文件顯示 在2020年底的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中有177名律師 225名的大律師是符合資格 接辦這些案件 他也說到 有些集中的問題 就是譬如 在童年委派的87宗的司法覆核案件中 有82宗是由15名律師 佔所有符合資格律師的8.5% 以及37名的大律師是處理的 這37名佔符合資格的大律師的16% 刑事案件中 同年2020年有408名律師 接辦近2700多宗的刑事法援案件 有312名大律師 接辦共2700多宗的刑事法援案件 接辦最多的案件 20名律師和20名大律師 分別處理了整體案件的大約兩成案件 當局也建議加強這個個案的管理 使得如果 原本委任的律師被認為有利益的衝突 法援處可以取消法援或重派律師等等 如果受助人不同意法援處 這個舉動 用義務的性質去真聘私人執業的律師 將會被取消法援 立法會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將會在下星期二開會討論 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就說 律師會一直支持任何保障 以及出眾尋求公義的建議 大律師公會就說 尤其夏博爾 他說當局沒有正式諮詢過大律師公會 正研究這個諮詢的方案 強調任何改動刑事發援的方案 必須符合《基本法》第35條 當中提及到香港居民有權選擇律師 聽完法律界兩會的意見之後 我們聽聽一些坊間的批評和支持 民建聯的副主席律師張國昆認為 政府今次處理是相當快手 被問到不准自選律師會不會損害受助人的權益 尤其是處理政治的案件 張國昆就說律師不應該有黃藍之分 律師接案的時候不應該受到政治的取向影響 強調 發援律師明察上的人都是符合專業資格 又說使用當值律師服務的時候 受助人也是不可以指定律師的 立法會議員也是同為律師的 鄭偉俊也形容 降低上限是可以給到業界 大律師和律師有更多的機會 認為發援是不應該成為律師的長期 的範票 即是你直接拿手就立即可以有很多錢 很容易賺錢 申請人不可以選擇律師代表 做法是否有問題 他也說公立醫院的看醫生也不能選擇 理論上律師接案也不會看立場 梁家傑資深大律師就認為 這個舉動可能有機會成為內地官派律師的預警 如果你被告是手足 我派一個男的律師會不會有問題 大律師黃宇日也認為 認為受助人希望選擇自己上任的律師是屬上 人之常情 也是合理的要求 反問有沒有需要做這麼大的改變 聽完雙方的解釋之後 我有幾點想分享 第一 就是法援處的數字進一步印證我們過去很多人的猜測 就是一直以來有些案件集中於特定的律師和大律師的說法 可能是市場的導向 因為他們比較專業吸引到人支持 亦有可能是政治傾向 根據《星島日報》的專欄 戴琪盤曾經說過 就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因為很多人被捕 而且有同一個政治傾向 他們選擇的律師都是集中一些兩三家被認為是民主派的律師行 當中包括何俊仁律師行 鄧耀榮律師行 吳展邦律師行 這些律師行是受到 受助人推介的大狀 例如是資深大律師 戴體師 夏博爾 以及潘熙等等 第二就是法援署很明顯是針對612基金這類第二位大律師的計劃 2020年的10月 612基金的信託人大律師 吳可兒就說 推出1500萬元的大律師 第二位大律師計劃 給一些年輕的大律師累積經驗 有人認為 這個可能會構成一些不公平的競爭 因為你用一個義務或者612基金去聘請 可以累積經驗 最後成為法援署的認可律師要有5年的以上經驗 所以 這樣的做法有機會幫助他們 晉身法援署 認可大律師的行列 所以 第三就是 這次的改革不會再有 爆眼淚這類被指濫用法援的案件發生 當時爆眼淚被K小姐 曾經申請法援用公帑 是指定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爾 用司法程序去阻止 警方去取得醫療的報告 這個 這個案例可能有機會以後也很難發生 這次的改革當然是變相容許人人都有機會累積經驗 避免某些人集中 這幾天 律師刊是打官司的 以及增加透明度 至於梁家傑所說 如果你是手足我派過藍律師的問題 可能也會發生的 究竟藍大狀 藍律師可不可以保持專業呢? 如何防止這個問題發生呢? 這是大家都要思考的問題 這是我上半段的分享 為何關門 說二雷 只有這幾天 瞬在 refined 頪 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